就在首相宣布加派援助金扶贫之前 在野的西蒙套空政府 这边乡取消部分粮食津贴 而另一边乡却没有提出妥善的补助措施 他们要求政府在24小时内作出回应 否则相关的部长就应该引咎辞职 这份由西蒙司令党魁发出的文告 呼吁政府马上拿出补贴生活成本的全盘计划 如果无法有效舒缓民困 西蒙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包括大规模动员民间社会 表达群众愤怒 他们抨击距离政府取消有关的津贴 只剩下大约一个星期 人民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 应对暴涨的生活开销 政府却依然动作迟缓 完全不负责任 此时不负责任 不是留伴家 可能为我们的工企团 所以我们就要在工企园上 致表达群众肉 它是在决定的地方